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0年4月23號星期四的忍者無敵 我是某證券投顧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投資朋友真的連我自己講的都不太好意思 就是我們的古魔力的精選APP 我總算總算要即將即將贈送了 原因是因為前幾天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的時候 我都有說那你只要在我的問卷上面 來做填寫表單的留言的部分 那我會送你古魔力的精選股 可是其實看這幾天的行情 我自己有個想法就是說我情願 我情願等到行情稍微回穩一些些 就是等到往上去再出來之後 再把它分享給大家 那原因是因為這樣的話其實勝率會更高 那你總不希望拿到股票之後買了就好嘛對不對 所以請再等等那即將贈送 我承諾大家的事情我一定會做到 所以如果有覺得適當的時機的時候 你就會有收到精選的好股票 那是古魔力APP挑出來的 那另外的話呢當然再宣導一次 就是iOS的部分真的快要快要 就在最後的優化的流程的階段了 快要可以在APP Store 上面跟大家來做見面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我依然推出早鳥 那如果假設如果你有要參加 那我們的古魔力APP的部分來說的話 包含了Android的版本也是同享優惠 然後如果是iOS版本也是即將推出 那你可以直接在我的LINE來做留言 小老鼠DAREN888就是大人發發發 那也是希望各位投資朋友發發發 或者你可以直接撥打0800668085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就是你的需求 拿來跟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說明 那我們會協助你完成就是早鳥的 這樣的一個很棒很棒的優惠 那因為既然講到了古魔力APP好了 那我們直接先看一下古魔力APP 我先看一下簡訊好了來 我今天的簡訊其實 你說我就是古魔力的股票都還沒送 那我真的覺得現在這個行情來說的話 我連我的會員喔 我連我的會員都今天都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我直接來看 我直接給你看我今天的完整版的兩則簡訊 那一則的話是在早上9點半的時候 9點35分 那我的會員等級 每一個會員等級都收到了這樣的簡訊 那我直接告訴你今天的一個行情的看法 來今天行情看法叫做是今天大盤開高大漲白點 那可是個股的賣壓喔 在9點半的時候 那時候我說叫做是相對大 而且那個是一個不尋常的現象 那因為我們目前的持股的水位 還算是在相對低檔的地方 所以我會觀察一下盤勢 不急著進場 假設如果真的有合適進場的時機 跟標的的時候啊 我會再跟我的會員 全體會員來做 再做說明跟通知 那這個是股票一的部分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我直接告訴你就是股票等級的會員 的第一則的簡訊 那其他的部分來說的話 是一模一樣的內容 那那我的每一個等級的會員 可能有一些持股的標的不一樣 那但是方向性來說的話 其實都是一致的 就是我是用順勢操作的方式 來做我的每一次的一個操作 那既然現在比較屬於一個震盪來說的話 那我今天的做法就是 我先觀望 我讓我先等待 比較好的時機 然後另外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12點50分的時候啊 我也在發一則簡訊 那我就直接說講白了 我就是不打算再進股票 那原因是因為真的 就是從早上我講完之後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行情的部分 早上講完之後的話 就是殺了100點下來 其實是168點 然後再反彈上去 然後最後收盤收漲58點 那原因是因為 今天的這個資金挪移的這個現象 非常非常明顯 所以假設你如果追在早上的高點來說的話 你就很容易就是 短套在那邊 那我寧可在這個行情底下 就是屬於震盪的行情底下來說的話 多等待更好的一個買進時機點 那另外我也補充 就是我的持股真的就是核心持股 那就至多就是五檔左右而已 你不會看到我有那種什麼什麼 十幾檔二十檔 然後漲了就說 就說是我買的這種這種狀況發生 那我也不會亂想打鳥 然後我也不會去做那種所謂的 掌停就是我的 或者去追掌停這種事情 那個是我成坤人分析師 是絕對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好那所以其實在會員的部分來說的話 我簡單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 的完成版的兩則簡訊 就是沒有動作的兩則簡訊 那我覺得這個比較屬於一個 我對行情的一個尊重 或者我對會員的一個尊重 跟我的責任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是我依然就是一直一直以來 要必須要做到的 所以如果對應來到來看大盤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真的果真如此 你看今天早上的平盤10310 昨天收盤嗎 那今天一度就在9點半的時候 漲到150點左右 10462 那其實你會覺得說 今天好像感覺很強對不對 如果你在把後面的這一段 就是從9點半這邊 往後遮掉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怎麼會 怎麼今天的大盤會這麼強 我把它遮給大家看 按錯了 好沒關係 我就直接 來 遮給大家看 沒關係 那我就直接給大家看 來 如果這樣的話 你會覺得早上9點半的時候 其實非常非常強 可是到了盤中之後 竟然一路扎到10294 那是接近 甚至是翻黑的一個狀況 然後最後最後呢 再反彈上來到 反彈58點來說收盤 那今天的這樣的震盪 160 158 160這樣的震盪來說 其實你會發現 今天的行情 屬於比較大的一個震盪的幅度的 那但是 如果你再把時間 再把它拉長來看來說的話 那什麼樣叫做時間拉長呢 你可以看一下K線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K線 它竟然 就只是在這一根 也就是在4月21號 那4月21號的話 是這個星期二 的時間點 那那根跌了300點的 這樣子一個 長黑K之後 的兩天行情之後 就是昨天跟今天 其實這兩天行情 並沒有 那並沒有脫離到 就是那個黑K的 這樣的一個區間 甚至我再把它放大一點點好了 那你會看到就是說 其實這邊有兩條的均線 那這兩條均線 一條是在60MA 就是我們俗稱的季線的上方的一個壓力區來說 那 這就是季線的壓力區的地方 然後呢這下面有一個叫做是我最近在講的 就是好不容易總算月線從下滑然後變成翻陽向上 然後就有可能提供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會是一個你可以觀察的一個支撐點 所以既然這樣子就是屬於一個上面有一個季線壓力 然後下面有一個月線的支撐來說的話 其實現在這個行情 也是不脫離我所謂的短線的震盪的一個那種走法 所以既然在這個短線震盪的走法來說的話 那指數或者說個股很有可能就是搶一天 然後又弱掉 然後就震盪震盪 然後就可能就要等待一些時間點 所以在這時間點我寧可就是再多看一下這個 現在目前的一個行情的一個走勢 再來做一個比較明確的震盪布局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行情的一些推演跟我的操作面的部分的話 我就很忠實的來跟投資朋友們做分享的部分 那甚至比方說像昨天不是有很強的 像是那個華新客不是漲停嗎 昨天那可是今天的話也回跌了2.84% 那另外的話像國具就同系列的 今天也是收回平盤 那甚至你看國具好像又弱於華新客一點點一些嘛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那反正最近的行情就是屬於一個這樣子 這樣子漲一天可能就要休息個幾天的一個狀況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行情其實不脫離我所謂的一個震盪區間的一個走法 那既然在這樣的走法來說的話 我補充一點點小東西給大家 就是你如果看到最近的行情喔 在肋骨輪漲輪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那我做一個小小的標題給大家 那在這裡來這裡 叫做是今天啊叫做是防疫拉高 然後大盤呢就會拉回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我就是這個盤面的觀察分享給大家 因為最近應該是疫情已經算是有點像 漸漸漸漸漸在做控制了 就是有點像是在趨緩了 甚至是美國那邊他們也是準備要 就像川普總統已經在講說 準備要可以開始重啟經濟了 可是既然在今天這個時間點啊 你如果從古摩利APP裡來說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來點一下那個創高買點看看 你會發現怎麼創高買點 又是這些防疫股生計 那個就是生計一財這些相關的個股 你看像合一喔 這個是4743的合一嘛 那今天突然就又奔上漲停 那原因是因為他又說什麼 又有新藥的一個議題 然後像什麼優勝 那4121的優勝 它也是血壓劑 然後甚至像是保齡 那昨天好像開法說嘛 我就說最近的一些法說的題材 還蠻強勢的 他說他們開發了就是那個 武漢肺炎就新冠肺炎的快篩的四季 結果今天就直奔漲停 然後甚至你如果看像是 前一陣有投資朋友在我的 YouTube上面留言說他很想空的個股 就是哪一檔呢 那個恆大1325的恆大 他今天還是在繼續在創新高 創到7.26%的這樣一個新高到65塊 那恆大的話很特別 因為我不曉得為什麼他的三月營收 還蠻強的 三月營收是創歷史新高 那有2.6億 這是前一陣的公告的 我這邊在做小小補充 然後他的營收的話 是年增率竟然有到280% 那這些股票 我還是依然提醒你一件事情 強勢股 既然他們是強勢股 那或許有一些些投機的意味 或題材的意味 但是請你務必務必聽我一句話 就是真的不要亂空 尤其是他們還在創高的過程 那順勢操作提醒你 每次看我節目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我們不斷不斷的 再重播所謂的順勢操作 順勢操作 那原因是因為真的是因為 這樣來操作你會比較安心 你真的不會就是 不要因為自己的那個太主觀的想法 然後去影響到這個趨勢的一個部分 那我這是個小小的補充 所以你如果看到盤變 如果在防疫股 或者是像一些生計這些相關的族群 正在動的時候 那大盤就會稍微 就是可能會回檔一些 或你就會發現 怎麼突然稍微休息了 那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給大家 然後這樣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狀況發生 然後不過我還是一樣 就是如果有一些盤式的看法 跟教學的部分 我就盡量帶給大家 那原因是因為其實今天來說 我覺得大概就講到這邊 就沒有重點了 但是我還是希望把我每天的節目裡面 多放一些教學的比重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的是 那個2492的華興科對不對 還有2327的國具 那其實為什麼我今天才講呢 其實我不是今天才講喔 原因是因為前幾天 昨天前天對前天的時候啊 其實我在早上的Telegram 就是你如果看我每天早上的分享的時間 就是這樣子很精確的時間喔 幾乎都是7點多 我把它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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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邊給你看 這是每天早上 7點多 提供給大家的 有沒有 4月22號的盤前解析的部分 那借我一分鐘的小小的行銷時間一下下 就是呢還是提醒大家 就是我的 那個Telegram的頻道 那請你務必務必加入 原因是因為盤前解析 然後每天的盤後影片 甚至有一些專題 還有就是像是法人籌碼追蹤 我都會在Telegram上面來做分享 所以這Telegram的話是DAREN888 那LINE的部分的話 依然就是提供大家一對一的這樣的一個相關的協助 就是也是一樣 就是小老鼠DAREN888 就是大人888 取諧音 希望各位投資朋友獲利888 那當然0800668085 就是66來來幫您幫我的這部分 都是依然請大家來做加入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 當然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正在看的就是我的YouTube 那請務必務必按訂閱分享 然後按讚 另外的話就是加開小鈴鐺 然後你就可以有第一時間的影片的推播 那我的影片真的每天每天 都是準備的很多很多的內容給大家 那今天要準備的內容的話 其實就有關於我們剛剛前面說的被動元件 有人會問說 大人哥你覺得那個 國劇華新科誰比較 誰比較強 或者說誰比較值得去做介入 那我直接講答案 短線上面華新科會強勢 然後如果是中長期的基本面的展望來說的話 是國劇我會覺得它的成長力道 又再更加的強勁一些些 那我們就繼續來推導下去 現在目前的時間大概14分 所以我會花大概10分鐘的時間 來跟大家講這個觀念 包含套利 包含了像是基本面的一個趨勢的部分 是被動元件的部分 那回到前幾天 應該說前天我的 那個找盤的盤前解析的部分來說 我裡面就有講到說 被動元件的景氣溫和向上 然後外置有調高國劇的平等 那甚至像那天就是前天的時候 華新科的西幣轉換價240元 已經是確定的金額了 所以其實在溢價只有高達25%狀況來說的話 其實那個很簡單 直覺或者是說 你就是第一時間就會反應說 那就是公司派 再做多 原因是因為 如果真的敢定在這種 這麼高的轉換價來說的話 其實他就必須要漲到 某一個程度之上 那某一個程度之上 他才會有所謂的 拿到吸逼的人他有套利的空間 或者才是有利可圖的這樣一個部分 所以 其實我直接下這樣的結論 但是我其實沒有特別把它拿出來 跟大家來做說明 原因是因為昨天已經有 這麼多這麼多的分析師都在跟你講 國劇華新科有多好又多好了 所以我就不想講 那我今天再來花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來做說明這個部分 來 我剛剛有做了一些內容 就是為了讓你如果可以在 那個YouTube的時間點裡 如果沒有辦法直接看到 或者說你如果需要做筆記來說 你不用做筆記 你就是把它看完 那你如果需要抓圖的時候 你就直接抓圖給你 我都幫你準備好這個筆記了 來切一下這個 這部分 來可轉的套利喔 還有GDR的套利 通通今天一次交給你 那不過我這邊有一個禁語 這是真的是本頁面跟下一個頁面 真的就是教學教學教學 並非推薦你去買這兩檔 這兩檔個股 那我們先來看比較簡單的 為什麼最近 為什麼會最近國劇會弱於華新科 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目前的國劇的價格 今天收盤是344元 可是如果他掛牌在盧森堡的這個GDR 全球存托憑證 就是跟國劇擁有一模一樣的 權利的股票來說的話 他只需要308元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就會有一群有門路的法人外資們 他拿到便宜的 便宜的國劇的GDR 那他就可以放空 現在在台股比較貴的國劇 所以他到時候 兩邊的這個價差 就是他可以獲利的部分 當然有其他成本 比方說像是手續費 匯率這些部分 可是你看這個344-308 一張你大概可以賺 差不多3萬多塊 所以在這樣子一個單位的 國劇的GDR套利底下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是還蠻大的一個空間 所以你就會發現 最近的國劇來說的話 他其實是弱 弱於 弱於花心科 甚至弱於其他的被動元件的 這些相關的個股的 可是我剛剛有講一句話 就是他其實中長線的一個 基本面是比較好的 那我等一下再來說 那我這個很簡單的GDR套利 就直接交給大家 那不過雖然交給你 雖然交給大家 但是其實你應該 大部分的一般的投資人 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門路的 原因是因為GDR 就是真的是要有 某些特定的法人才拿得到的 所以你只能看 你只能學 但是有沒有機會做得到 很抱歉 恐怕並沒有 就真的沒有 來 那我們來看可轉載套利的部分 教學教學再教學喔 不是叫你去買花心科 但是他最近應該會相對強 原因是因為公司派做多 所以他把他的 他把他的可轉載的 定價 就轉換價 定在高高的240元 那你就有新聞說 那那個240元的意思就是 就是花心科會漲到240元 那原因是因為漲到240元 他才能套利之類的 但是那個其實並不夠精確 那並不夠精確的原因在哪裡 我就直接寫給你看 那我這邊有寫一些 那個公式給大家 那假設如果你在看我的YouTube來說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抓圖的方式 你不用去抄這些筆記了 那我就直接公布給你看 那第一件事情要說是 什麼叫套利空間 套利空間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當他可轉載的價值啊 是大於可轉載的市價來說的話 就是有套利的空間 那什麼樣叫可轉載的價值呢 就是可轉換的股數 然後去存以普通股的市價 那假設假設 我這邊純粹只是假設喔 不是告訴你真的會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用一個比較 屬於情境模擬的方式來告訴你的 那你如果看到未來掛牌的 華新科的可轉載的價格是105元 然後股價漲到如果 不是告訴你說一定會 如果真的漲到250元的時候 那可以轉換的股數 公式給大家 就是票面金額 可轉載的票面金額是10萬元 然後去除以轉換價是240元 等於是你每一張 每一張的可轉載 可以去轉換416.6股的華新科的股票 所以如果當這個時間點 你擁有可轉載的股票來說的話 你就會擁有 叫做是可轉載的價值 就是250元 然後去乘以416股 就會有10萬8千316元的價值 那這個時間點 回到我們剛剛前面的公式 你可能需要一點點時間消化 不過我的影片你可以一直看著沒關係 我的每一片的影片都在 YouTube的頻道 存在那邊 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可以被檢驗 所以這個時間點可轉載的價值 叫做是10萬8千316元 然後就大於它的市價 是10萬5千元的話 就一張可轉載的套利的空間來說 因為你的可轉載 可轉載可以轉換成股票 可轉載可以轉換成股票 那你就可以從股票那邊去賣掉 然後就獲利到3316元 也就是說如果真的華新科到時候 漲到240元的時候 那如果可轉載的價格 是差不多100出頭塊的時候 100塊上下的時候 你那時候其實並沒有獲利 你必須要再看一下所謂的可轉載 跟股價之間的這個公式 就是計算過程之後的一個公式 你才可以算得出來你的獲利在哪裡 那另外還有一些問題 就叫做是 你還有一些什麼資金成本啦 你如果錢不是自己的 或者是說你是用借銀行 然後拿來做套利 那或者是你有一些做放空 為了你要鎖價差之類的狀況 那你就會有一些額外的成本 所以我這只是概算給你聽 交給你知道說 其實這個叫做是可轉載的套利 那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說 在未來的走勢 其實我不要對股價去做判斷 那我只告訴你這個叫做是教學 我純粹只是教學 並非是推薦之意 好那回到最後的一個結論來說的話 其實你就會發現 所以為什麼最近的華新科 會強於國具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可轉載它會隱含著 華新科往上的動能 原因是因為如果真的公司派要做多到可以套利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把股價拉到240甚至250元以上的這樣一個價格 那那個價格是什麼地方 我順便給你看一下 來2492的華新科 你有看到嗎 它的前波高點在今年的2020年的1月 這高點竟然就是剛好在262元的部分 所以如果它真的 真的要往上拉的時候 好像真的有所謂的240到260的這個地方 可以去做參考 那原因是因為拉到262的時候 就表示它前高的壓力 那邊就會相對沉重一些 可是那邊來說的話 其實它就有 它就足夠擁有它的一個套利的空間的部分 那為什麼最近的 你看像順便講一下好了 你看像華新科已經站上季線了有沒有 那可是你看喔 國劇還在月線之上跟季線之下的這樣的一個情境 那原因是因為國劇的GDR是壓抑它的股價的一個原因 可是華新科的CB的發行 反而是它的一個就是股價上漲的一個潛在的動能 那這個時間點就是回到我剛剛前面的結論 就是華新科短線上面比較屬於一個 往上比較力道比較強的部分 那但是如果真的要把時間在拉長的時候啊 我會告訴你有另外一個國劇的潛在的力多 那當然都是教學 純粹都是教學 來這邊有一個 所以華新科最近會比較強 那國劇弱 可是如果我們看未來勢來說的話 國劇已經併了就是美商機美 那機美我簡單的敘述一下 它只有被動元件的業務跟國劇重疊 而且被動元件的那個售價 它其實跪於國劇 國劇自己喊好像說跪20倍啦 那但是我不曉得那個是不是真的那樣子 可是如果就這樣的敘述來說的話 很有可能在未來的相關的一些 被動元件的這個題材面 那都會有它的一個利多 甚至機美它是那個彈子電容 是全球世界第一的 然後甚至它的一些產品 都是放在這種高階的 車用電子啦 或像工業啦 或者像是航太跟醫療的這些相關的 的產品線上面 所以根據陳泰民董事長自己的說法 叫做是營收會成長一倍 然後獲利的話會增加到八成到九成 所以如果你看未來的成長性來說的話 國劇很有可能就回到它的一年 可以賺到差不多30塊左右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看賺30塊的國劇 以現在目前大概344元的附近的價位來說的話 那或許或許在所謂的套利賣壓結束之後 那我正在關注國劇 但是我不會告訴你我買在哪裡 那當然我不管其他的分析是怎麼樣喊 但是我會告訴你我的一些評估的標準就是這樣子 那短線上面的華星刻強 然後中長線上面的國劇有上漲的動能 那這個是我今天的一個小小的結論給大家 剛好時間25分鐘滿滿的講完 那我覺得就是每天的行情面來說的話 當然是屬於震盪的部分嘛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專業或者有一些分享的部分 可以交給大家 我就會多花一些時間來跟大家來做分享 所以我覺得大家既然這樣這麼支持我的節目 那我當然會更花用心來幫大家來做一些教學跟盤勢 還有就是我的專業的分享的部分 我的YouTube每一片都是免費的 那截至目前為止我的每一片YouTube都歡迎各位來做收看 那我今天沒有講任何的油 我今天就是講行情講看法然後講個股 那一樣來這邊借我在一分鐘最後的一分鐘的宣導 Line的部分小小鼠DAR888 那Telegram的部分來說的話就是DAR888 就是大人發發發 然後也是希望各位投資朋友獲利發發發 那你現在正在收看的是 陳坤仁分析師某我證券投顧的YouTube頻道 請你務必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撇撇叫做是加開小鈴鐺 你才可以收到第一時間的影片推播通知 我是陳坤仁分析師我運用合法合規的證券投顧的平台 來幫助更多的投資人 那我也歡迎你就是歡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那我會帶著你來做每一次的讓你可以很安心的可以跟著我一起來做操作 謝謝大家 謝謝